我們經常都會用手、破、離 來形容將人精神或者哲學 意思即是一位真正的大師傅 在他專業的範疇 要做到堅守傳統 進而在基礎上作出創新 甚至能夠突破所有限制 自成一格 在香港 我們都有一班在行業裡 獨當一面的師傅 用他們的一雙手苦心經營 數十年如一日 專注地做好一件事 在這個工藝末落的年代 他們的故事和手藝 值得重新走入大家的視野 從一樣不懂的事情做到熟練 其實他的過程是挺開心的 你有技巧 但問題是你的手 是否可以表達到技巧出來 其實就要靠他的訓練 經過這麼長時間練習 可以現在比較輕鬆地做到一雙鞋 其實滿足感也挺大 是 是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 香港已經有造鞋業 直到六、七十年代 香港工業起飛 造鞋業也日漸蓬勃 馬克夫的父親就是在七十年代 經營鞋廠 他小時候每天都會去鞋廠 邊做邊學 我們小時候進鞋廠 其實很臭 膠術其實真的很臭 還有我們當時有很多師傅 你進去是很吵的 還有衣車的聲音 其實工作氣氛很緊臭 因為一個師傅一天 可能是鞋扭三、四十雙鞋 還有很多時候會鞋扭到手指 其實都變形了 為了學好一門手藝 工作環境不好 反而會成為奮鬥的動力 可惜一場大火 燒毀了繼承副業的美夢 加上造鞋業開始色味 Marco就轉行去做手袋 一進行做手袋 之後就知道原來袋很有趣 原來可以挺平面的車脈 吸到變化 那時候也挺認真去看、去學 然後就會再學習管理技巧 希望全面一點 就是你有學習的製作知識 我又想有管理的知識 因為你始終兩塊東西要加分 你才可以做到一門東西出來 Marco有超過三十年 參與名牌手袋的製作經驗 訓練出對產品質素的嚴謹態度 但這樣反而令他覺得很困難 其實在專業生產的範疇 我們其實有很多標準 質量監控其實很嚴謹 你很難加入自己的心思 但我又想發展 繼續發展這一行 那我就跳了出來 就開了自己的工作 你就可以加入自己的技術 還有你自己的想法 進去的產品裡 但問題就是 如果我純粹去製作自己的產品 其實你未必找到那麼多客人去購買 所以後來我就產生了 不如我開班 分享一些叫我們行內專業的製作技術 但我將它再調節一下 令到可以是一般的人 在手造上都會做到 令到那個學生了解會更加多 其實鞋子我會用大腿去攔著鞋子 教鞋子就是因為那個同學 他知道我以前在家裡開鞋床 就說不如叫我教鞋子 那我就可以教鞋子 在手造皮鞋方面 其實他會跟一般我們在街上買到的量產鞋 其實分別很大 手造皮鞋有一個特點 我們會把腳骨的尺寸 重新做一個鞋圈出來 鞋子出來會完全包住你的腳 你的感覺令你走路的時候 能量的消耗比較少 因為手造皮鞋的獨特性 就吸引了Yoman來學造皮鞋 其實我本身自己很喜歡手造東西 適逢男朋友生日 我就想去買一隻還是去做一隻呢 最後穿他們做一隻好像比較有心意 因為成本高和製作時間長 所以量度骨 訂做鞋圈的需求越來越少 現在Marco教的手造皮鞋 都是由紫釀材皮開始的 然後就是縫製 然後就是鞋子 最後就是上色 鞋子就是把縫製好的皮 用釘固定在鞋圈 令皮鞋成形 鞋子的工作是最難的 因為要令鞋子的形狀漂亮 其實鞋子中間會有很多技巧 譬如鞋子的深度 鞋子的角度和力度 都會直接影響鞋子的效果 我們會做一個厚稱 鞋子的感覺 鞋子的感覺 大概5mm 我們離口釘 大概一隻手指多一點 掀著 然後用力拉 你拉向眼睛 你會出一個弧位 對…多一點 我們怎樣才知道 一定不行,鞋子夠不夠 幻想在這裡下了一折 但是在這裡下了 我再拿 其實這個位置沒有信 大概有概念 因為當鞋子完成後 鞋子就緊了 是不能改變的 所以我們會很著重 在鞋子的部分 希望同學們盡量掌握 令整件事的鞋子出來 我不想出來的成品很古怪 我想真的是一雙鞋子 所以我就會很著重鞋子的部分 同學,他就鞋子成形 今天我會幫他安裝鞋底 其實主要我會做膠水 做耐力 然後鞋子 手造皮鞋的構造和各樣細節 都隱藏著鞋像的心思 鞋子會用上兩種不同的皮 內層會用柔軟的豬皮 增加舒適感 內層就會用堅韌的牛皮 令皮鞋堅固內容 因為學生是初學者 所以每當一些要求精準的工序 Marco都會出手相助 有些人說鞋底是一雙鞋的靈魂 要舒服就要有承托力 刺鞋底 首先要把鞋身多餘的皮削去 在胸隙上加多一塊皮 增加鞋身和鞋底黏合的接觸面 釘製皮鞋多數都是用厚身的牛皮做底 內磨之餘也有透氣的作用 不過皮質較軟 要增加承托力 Marco就會加入這個 一定要加這條鞋腰的鐵 如果假設你沒有這條鐵 我們腳踩下去 其實這個高度會把腳底凹進去 所以在穿的時候 舒適度就不太好 在整個做鞋的過程中 我最享受的是真的有顏色 在皮鞋裡 你可以當作一塊畫布 去表現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習慣用一些酒精驗料 酒精驗料有一個特性 一碰到皮 它會化得很快 所以在筆上 點油和下筆的力度 要求很高 我們下筆就會輕輕上 盡量令到筆觸淺一點 相對的顏色會少些 我們做的層數就要多些 四層是基本的 因為油的顏色層數多 層次感就會重很多 假設我做一個藍色面的皮鞋 其實我習慣做一個黃色的打底 我們先做第一、第二層 黃色打底 然後再做三層的藍色 做完染色那裡 之後再做擦油 擦油會擦黑色和藍色 深藍色的鞋油 令到對鞋 例如在室內 其實是一個藍色 但是去到日光 它是會在藍色裏面 偷一點點黃色 你會令到對鞋看起來 立體很多 鞋頭一般做法 是一個叫Pattina 做法 我們會拿布和水 然後加鞋油 就會在鞋頭做一個拋鋼 令到鞋頭看起來 好像有鏡面的感覺 即是增加高級感 這些做法 在一般的皮下就不會做 手艷 很多時候就是 它很想表達自己的個性 它才會去訂製手艷 手造鞋 純粹上班、下班 你真的不會訂到 那麼高級的 手造、拋乾的鞋 時而世逸 香港的造鞋業早已識味 要傳承造鞋這門工藝 Marco就有另一種想法了 其實傳承純粹想體驗一下 但是真正想學習過中的奧妙 其實真的很少… 最重要是一般人 你先有興趣去認識這件事 因為首先你要有認識 然後你才有機會去發展 始終你要傳承 或者令到更多人認識 一定要有很多人的參與 你很多人的參與 當你慢慢流傳出去 你這個產業才會發展下去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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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會用樹膏皮 沒有紋好 皮面很光滑 因為沒有加任何染料和保護層 我們可以做一些後期的上色 因為是為做鞋 我們要看皮的硬度夠不夠 手袋皮相對複雜很多 上用就是牛皮 牛皮一般用的產區 通常都是在歐洲那邊 因為那邊的皮 製作相對的穩定性比較高 而且顏色的標準 會做得比較準確 皮的紋路相對是很平均 那隻牛在飼養時 飼養的環境會否有很多蚊 其實都會影響到皮的質素 因為背部經常被蚊咬 而且蚊咬不是人的小小粒 例如咬完整顆豆那麼大 出去買袋 你會看到袋子的身 有一個蚊釘 你也不會買 因為是水下癡 是水下癡 如果在自養環境不太好的地方 你會看到肚腩位 手腳那些 紋是特別不平均的 而且肚腩位好像很鬆 泡泡 即是不夠硬 你可能做了一個袋子 這個形狀 你會覺得怪怪的 其實我們的選皮 我們會很著重這些 譬如蚊 蚊佔的比例 跟著做出來的紋路的平均度 還有顏色的平均度 其實我們主要都是下落這個地方 不要以為做一個手袋 就只是把幾塊皮套在一起 這麼簡單 在專業生產上 最重要的一環是製作紙樣 怎樣把一個立體的設計 轉化成平面 可以減少用料之餘 又可以減化工序 這個袋的靈感 其實是我吃早餐的時候 無意中上網看到故宮有一件物物 它是一個花邊的碗 我覺得花邊很特別 就是拿回花邊的元素 而且碗本身的弧度和線條 沒有純節線 因為在這個設計上 我會盡量用到一些弧線 令整件事比較立體 因為在紙樣那邊 我也不會用直線去表達 設計好紙樣之後 就把皮製剪成紙樣的形狀 然後逐一逢賣成形 如果你說最簡單 我們不看手工 就是看車線和油邊 我們會看看車線的整齊 會不會有些針距 有時梳有時密 然後要看油邊的夾層 做得很好 這兩件事是最容易看到有沒有問題的 其实我们做皮袋 做完是一定要做定型的 它的线条就会顺畅一点 因为本身打洞我放在这里 如果正常就在中间一直到底 其实你看它是一直走过来 假设你的洞刚刚在甲口 其实你很难做到很整齐 所以我们要把纸样轻轻拉后一点 Marco教了十多年的皮具制作 一直以来都是讲求制作严谨 但是要破旧立身 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师傅 所以今天它就要突破自己了 我都差不多就来五十岁 回顾一下好像没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去年二、三年我有确定决心 我们怎么都要建立一个品牌 手袋潮流一向都是西方潮流主导 要建立一个品牌 走出自己的路 就要有自己的特色 我自己是想走一些简约 一些中式元素很纯平静的设计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时尚的产品 你不要走到 你不会在一个袋子 突然挑一条笼 有时会去故宫博物馆 还有会看一些历史书 我发觉它们原来在颜色的使用 或者有一些线条 其实它的组合也挺漂亮 只不过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将一些很游长历史的东西 把它套回现代的产品上 就像这个款式 其实这个款式的灵感 其实真的有一次我去喝茶 吃烧米的时候想到 其实我很喜欢烧米的线条 它不会有一些很硬的线条 这个袋子很想有那个蓄起的感觉 但是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就是坊间 譬如做大概这种类型的袋子 其实两边可能有一条索性 它会很影响设计的外观 其实我花了很多心机 去使用如何在一个纸样的制作上 使用这个袋子 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线条 也可以做到一个蓄起的效果 其实这个结构是一个叫全新的结构 即是既有的做法是没有这个做法 但你又不想这个做法太复杂 所以就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内部 即是内结构的做法 其实它本身这个袋子的纸样 其实是会有八件这样的形状的皮 去组合出来 你想拿到刚才的袋子的弧度 其实你就要考量到 譬如这个弯位的角度 加上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要做索性的设计 就是索性的设计就是 譬如我这个耳朵 其实就是设计的核心 其实是会影响到那个袋子 索性的效果 中年醉梦就要有更大的力量 今天Marco就离开了他的studio 带着他的梦想北上 今天就拿回自己的产品 上去深圳拍广告照 约上去模特儿 变成多些东西要拿上去 今天有点紧张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 还有担心天气 所以就希望今天的拍摄是顺畅 还有可以跟随着设计 我今天希望也是漂亮 还有可以表达到那些 很放松的大自然的感觉 在紧密的行程 又要拍到放松的感觉 幸好有学生的帮忙 由模特儿的打扮 到摄影打灯 Ivy也照顾周渡 我今天就帮Marco来做他的小助手 帮他打灯和收拾你 没有认识这个拍摄技术 纯粹只是来帮忙 Marco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学习 Marco也很好 平时除了教我们做手袋 也分享很多其他东西 这个品牌 其实我们一直看着它 由最初的设计 开始大家想想 就是颜色、形状 其实大家一直以来 都在这里有聊过 所以我也很希望 去到拍摄的环节 自己也参与 辛苦, 但还是开心的, 值得的 好, 好 从设计、生产, 到影相宣传 Marco将毕生所学 发挥在自己的品牌上 而同学的参与 亦增强了他的信心 其实这次在整个品牌的发展 从最初原始是什么都没有 跟学生慢慢谈论方向 因为其实始终我自己建立一个品牌 我想的东西会很主观 但问题是在一些消费者 或者女性的角度 她未必会认同 但是就变成了一些同学 她会提取我 而且有时会实际有行动的支持 就像Ivy那样 她会亲身过来支持、帮忙 由零开始 现在看到有成品 接着去到形象设计、网站 其实中段是因为有同学的帮忙 所以才可以走得这么快 而且这么严实 学一门手艺本来就是为了谋生 亦有人只会把它视为兴趣 而一个师傅 就会不断提升技艺 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那就是你说现金的经济其实是差的 其实但是问题就是 当你不去走的 你不会等到一个正确的时机 因为你永远都会有藉口 那其实你与其差的 不如还好 重新你去再规划 组织你整个生意的格局是怎样的 那你说成不成功呢 其实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想了解 你 cores这个建议 给你 我会不过 你能够遭受 你尽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